接下來呢小朋友們呢要分享的是來一場甜蜜的約會 是跟誰有甜蜜的約會呢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邀請我們的小朋友來分享他們這個 來一場甜蜜的約會的故事 讓我們用微笑歡迎我們的小朋友 大家好我們是台中市建功國小冒險部落的小朋友 我們要分享故事的主題是來一場甜蜜的約會 我們所感受到的問題是身上三年級 我們幫導師換成一位新的男老師 有些同學會怕老師不敢單獨跟老師講話 所以我們想如何能拉近老師和同學之間的距離呢 我們所想像的解決方法是可以利用每天二十分鐘下課 或中午午餐時間邀請老師來一場甜蜜的約會 一開始可以用小組方式約四五位好朋友 大家一起和老師聊天約會 幫助泡老師的同學慢慢接近老師 我們先向班老師小和老師提出邀請 說明班上同學希望跟老師進行甜蜜的約會 然後請同學自己找好朋友成為一小組 再來跟我們登記預約與小和老師約會的時間 進行完一週約會的活動 班上同學都有和小和老師約會過 大家希望還能跟老師再有約會的機會 所以紛紛請求老師加開約會的次數 第二次甜蜜的約會 如果有設計一張寫給小和老師的話 約會之前 先把自己想說的話寫在上面 有些同學第一次和老師約會時 嚇得不知道該說什麼 現在大部分的同學都不會怕老師了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能跟小和老師約會喔 謝謝大家 請問你們有什麼問題啦 沒有 你最想感謝哪一位曾經教過自己的老師呢 請在大海報上寫出一句話 對他感謝的話 謝謝大家